女宇航员逃离爆炸的太空站却浑穿平行宇宙 可是因此她却被关入精神病院 可是这个精神病院却又似乎隐藏着更多浑穿而来的宇航员 宇航局的白姐告诉她 你的二楼是第一个上太空的男人 安娜顿时更猛了 白姐却告诉她没事多去弹琴 去做这个身体熟悉的事情 否则你的精神肯定会崩溃 显然她了解宇航员在太空浑穿的事情 因为她也是浑穿而来 可是安娜接着就问白姐真正的自己是不是死了 而自己又有没有可能回去自己的世界 而白姐是不是也是浑穿而来 毕竟一个死掉的白姐就在太空站 而另一个却在自己眼前 可是白姐却说这样想对你自己没有任何帮助 白姐真诚的劝她说你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无论真相如何 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而且你还要生下另一个孩子 不如放下一切 可是安娜却无力地哭泣起来 她明知道自己身在抑郁中 她明知道眼前的女儿不是自己的女儿 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 却为了救这个世界的女儿而放弃了她 可是她却无能为力 接着白姐告诉她 明天安排你的女儿丽丝和丈夫来接你回家 可是当第二天丽丝来到却告诉她 我相信另一个丽丝不会介意让你在我身边生活 虽然我们都曾失去了一个亲缘 可也找到了另一个亲人 丽丝劝她不如接受一切好好生活 因为自己需要一个妈妈 而安娜也说自己需要一个女儿 临走时安娜问马格斯自己像不像她的妻子 马格斯对比出轨的妻子自然更喜欢现在的安娜 于是他们互相说着我爱你互相拥抱 如果一切就此结束 那么结局似乎那么完美 却又是那么的遗憾 而白姐却找到了丽丝地上一盒礼物 丽丝好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 丽丝顿时脸色大变 这竟然是活着的眼儿 随即丽丝连忙问安娜如果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和爸爸来自这个宇宙而你来自那个宇宙 那么这个孩子又是来自哪里呢 而就在此时的太空站里 平板电脑的声音还在回响 可是此刻的平板却在里面不断移动 而太空站上面的瞭望口里却是另一个安娜 而这个安娜却是奇异地烂着半边脸 就在下一刻异常忽然发生 而就在此时宇航局的白姐拿出一份资料 那赫然是怀孕的安娜的必超图像 可是那个本该是婴儿的图像 却充满着双量子纠缠太的模样 白姐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是什么情况 她告诉了安娜怀孕了 可却没告诉她这奇异的图像 接着她以自己的名义发出一份邮件 1967年她爱琳娜成为第二个前往外太空的女性 而后她就一直背负着一个任务 那就是封锁一个关于太空旅行的重大真相 那就是他们大多数宇航员都曾在太空发生异常 而那些无法解释的画面和声音我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们愿意请匿名上报你们曾经亲身遇到的异常 这是白姐做下某种决定后群发给宇航员的 而此刻平行宇宙被指控谋杀的巴德也得到了结果 她的测谎仪测试顺利通过 她试图说如果自己没搞错 那么自己DNA扭曲的方向和巴德不一样 可是警员却告诉她DNA完全一致 你就是巴德卡德拉 测谎仪唯一能证明的就是你相信了你的谎言 而与此同时躺在医院的老黑忽然苏醒 他猛然抓住了护士说 而与此同时回到自己身体的亨利却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个人 看着忽然出现的陌生的亨利他有些慌 他说他只是一个退休警员 可是亨利却献上了一束花 而他的名字赫然和平行宇宙里他杀掉的人一模一样 居心第一季至此正式完结 可是很多人直到现在还在争论三四个宇宙或者两个宇宙 其实在这部科幻悬疑剧中导演用了很多欺骗性的画面 估计很多人没看出来 有时间过过一定会做一集完整拆解出来